我们继续下来看 这个罗霍罗听了佛说的话 又把五蕴 六蕴 以及圆起 综合来看 所以 以上所说的这些诸法 那么在好好的独立思维 专精思维 不放欲注 就是说说思维 那么好好的来深入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他这样想 这一切法都是一切皆顺去涅槃 屈辱 留住涅槃 屈输涅槃 其实他已经看到了 见到就是说其实五蕴 六路 圆起 它并不是不同的法 它是同样的法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 所以都是什么 顺去涅槃 留住涅槃 那么屈输涅槃 就是向涅槃 通往涅槃 这个都是向涅槃 向解脱的 顺去 去向涅槃 留住 向入涅槃 屈输 通入涅槃 通往涅槃 这个时候罗霍罗就去到佛的地方 又顶礼 因为他有一些概念 有一些观念 他已经 他能够这样讲表示 他有会通 那么他会通就是他理解到一切的身心 基本上五蕴六处 圆起 不过就是对身心的身续观察 那么因为你直取有我 那么是在某一点上你没有看到 其实这一切都是无常无我的圆起 所以你才会有那个我见 那么解脱不解脱 是不是有无肉会 是不是起烦恼 那么在于你有没有无我的概念 有没有圆起的概念 有没有五蕴无常无我 有没有六处无常无我 也生时无有来处 也灭时无有去处 也不死而生 这阿含圈里面说的 那么从感官 看面对境界的时候 那么你所见到的 你所感受的 你所想到的 那你所了别的 这一切不过就是因缘和合的东西 它这中间 实际上没有一个实在的法 那一切都是由你的心 心想而有的 那这个心为什么会这么想 跟你过去所直取的 我见我爱有观念 那么你好好想这些问题 那么慢慢慢慢 你有可能就是会趋了 那么无我 好 那所以他就去跟佛说 他想到这一切 其实都是通往涅槃的 顺去涅槃 留住涅槃 屈输涅槃 好 这个时候 世尊就观察罗后罗这个心 经过五运 六路 远起 经过三次的思考 那之前他没有讲 然后再为别人说五运 为别人说六路 为别人说远起 六次 然后再把这个五运 六路远起 综合再讲七次 然后他这样之后 七次不知道多久不知道 因为他不是一天里面做这些事 他可能隔几天去跟别人讲 然后别人会问 问他会想 这个是什么样 这个是什么样 然后又去跟你讲六路 人家讲五运这么讲 六路这么讲 那他的差别在哪里 他又要更深细 一层一层的细 然后他越来就越迷反 越来就越迷反 就好像你一开始直直走大路 后来大路不通 走小路 后来哪一条大路通小路 哪一条小路通大路 你都了解 辽如指掌 哪一个新手引起哪一个新手 哪一个新手是有哪个因缘合合而有的 哪一个因缘又有哪一个因 前面又有哪一个因因缘合合而有 就这样一直深细观察下去 所以他跟佛陀说了这个之后 他说我观察其意支持诸法 接顺去涅槃 留住涅槃 倾诉涅槃 这个时候 世尊在观察罗后的心 解脱自首 解脱智慧成熟 解脱的智慧成熟 堪认受真善法 真善法就是进一步为他讲五常 其实你看后面佛说的 其实也是前面说的 你们再老提再看 就跟罗罗罗讲 罗罗 你看这个就是真善法 真善法跟五一无常 五常无我 六处无常无我 缘起无常无我 还不是一样 气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他能真善 因为这个时候跟他讲 他能体会 那个时候跟他讲 他体会不了 就你在很快乐的时候 或没那么苦 没那么深刻的时候 跟你讲 世间是苦 世间无常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 可是这个时候不是很深刻 当你受监了一切苦 而且知道了解世间无常 再跟你讲 世间无常 世间无常 不一样 真的 好 所以他就跟罗罗讲 罗罗一切无常 一切法无常 那你看跟前面五一无我 不是一样 六路无我不是一样 缘起无我不是一样 那他为什么叫做真善 因为这个时候对他来讲 是真善 所以有些道理 我们听了也深有同感 他没有真正能体会 直到某些年过后 我们遇见了很多境界之后 我们终于知道 原来那个时候 师父跟我讲这句话 佛陀跟我讲这句话 原来是这样 你会体会 深有体会 因为那个是你历练过的 那那个时候 因为你夹杂的烦恼 你体会 也有体会 但体会不湿 甚至完全不认同 后来就会有一点体会 那渐渐渐渐 经过岁月 岁月经过你的心智 慢慢成熟之后 你在体会那句话 你会不一样 那基本上 所以我们不用等到那个时候 我们不断在境界里面体会 不用受到很大的折磨 跟痛苦的时候 才能体会 不需要 但是常常都是在这个时候 人无计可施的时候 他才会努力坐下来 好好想 一般人都是这样 所以他这里其实在 也给我们一个启示 有时候我们的法没有力量 主要是因为 我们认识的不够 所以有些人说 师父你说的我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你知道你还这样 就表示你不是真知道 你知道你用不上 就表示你不是真知道 你说你口渴喝这个水 就可以解渴了 这个我知道我知道 这个可以解渴 可是你却不喝 你就去跑去喝汽水 跑去喝那个不能解渴的水 那你说你知道 我们因为既然你知道 但是你不用 这个真正可以解渴的水 然后你去喝那个 不太能解渴 又有后遗症的水 那你说我知道 我知道 你说的我都知道 一般人都是这样 可是你没有很深刻的知道 你真知道这个对你好 你怎么可能会选择 那个对你不好的呢 对不对 所以这种 因为我们很容易犯这个错误 因为我们常常很容易犯这个错误 但如果 你说我师父跟我说 我的老师跟我说 我也知道他这样说 但是为什么我问不上 那可能是 我知道是知道 但为什么做不当 就是我知道的不是很深刻 我知道的不是很深刻 不是我不是真知道 真知道了 未患理 你就一定会私奇过患而能远离 你私奇过患不能远离 就是你那个思维的过患 就是你没有真正看到它的过患 虽然也看到它的过患 但是没有 你还思想它五义的功德 所以阿罕经里面有讲 不知道哪一听 我不知道 你说你在思维五义的过患的当下 因为五义也有过患 但是对世间来讲 它是有功德的 就是它有殊胜 有垃圾的这一部分 那你也知道这样不好 比如说你知道抽烟不好 除酒的不好 喝酒不好 你知道赌博不好 那你已经知道赌博不好 而且它已经让你请假荡场 你为什么还要赌博 因为你在想赌博虽然不好 但是我会输也有可能会赢 我要把它赢回来 对不对 所以你还是思维到它的功德的部分 所以你那个赌博已经请假荡场 已经一只手剁掉了 两只手剁掉了 它还要用一只脚去赌博的 有 那为什么 它难道没有过患吗 有啊 过患就是一只酒被人家剁掉了 财产被卖掉了 很多我看见很多这种 但它还是要赌博 因为过患它是体验到的 可是它还是在想 我要把它赢回来 它想到它的功德部分 它没有思维它的过患 它思维功德的力量比它 过患的力量大 比如说喝酒 你知道喝酒不好 喝多的不好 不是它想 喝酒的当下我很好 不好是以后的事 现在我就不好 那我喝酒我就觉得很舒服 所以它会先思维它的功德 那佛法我们用不上 第一个当然是我们不熟 第二个当然是我们不会用 因为你不会用 就好像你拿那个菜刀 你不会切菜一样 那你拿着车你不会骑一样 那你不会用 那或是你用不习惯 那你还是选择用原来用的 那有时候就会这样 那所以你必须要去 去好好的思维 这就是假设 假设你说你知道 但是你一直没有办法 你说一开始知道做不到 那是正常的 但是已经知道很久了 你还做不到 那就表示你不是真知道 那这个是很正常的东西 那所以我们如果有些佛法 我们用不上 那我们要好好去思维 那为什么我们知道做不到 或是我们用不上 你没有真了解 你说你懂因果 你可能非因基因归国基因 可能是这样 所以明明知道这件事做了 增长邪见 增长愚痴 你为什么还要做 明明知道这件事增长烦恼 你为什么还要做 有时候是习气 业力 比如说我们会犯罪三种原因 因为无名不知道 所以去犯 这是最多的 然后因为无力知道 但是我现在没有能力 我管脑比较重 我智慧比较薄 我抵抗不了 所以我还是会随着反应 受不了我就没办法 因为无力 知道不对 但是还是这样做 知道这样好 但是还是没有去这样做 因为你有其他的考量 你无力嘛 你没有办法 另外一个就是环境所迫 我也知道这样不要 我也不想这样做 我在我自己可以决定的范围里面 我也不要这样做 但是我被环境所迫 我被社会所迫 我被国家所逼迫 我必须要去这样做 那个就变成无奈 所以我们一般 但是这个就变成你要有善根 你要有证件 要有善根 你就不会因为无知而犯罪 你不会无知而起门 不会无知而照页 莫业苦力 也不会因为无知而受苦 所以你要有善根 就是要有智慧 文师修 你就不会因为无知 至少你有证件 你不会因为无知而犯罪 那么你有善业 你就不会因为无力而犯罪 你有善缘 你就不会因为无奈而犯罪 真的 这个是我们常常想想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那样 那你好好想那个中间的道理 所以你要在平常的时间 第一个根本就是要文师修 就是要增长善根 这个是第一要点 那么增长善根之外 要广造善业 要多造善业 这个布施忍入 然后是做 本来就是多利益做众生的事 那么这一些要多造善业 因为善业能够让你 那个力量会增强 无力 无暴力 无得力 然后要广结善业 你才不会有那种恶缘恶因 恶因恶业恶缘恶缘 恶缘来的你有时候 你也知道这样不对 你也不想要这样做 当然是你被逼 你不得不这样做 那个恶缘 那你没办法 所以要深重善根 要多造善业 要广结善业 这个是你 除了学习佛法之外 你要知道 因为有很多的东西 有月障 有报障 有蓝蓝这样的东西 所以不是你有智慧就好 不是啊 你福得力不够 有时候 你智慧还要福得来相扶持 福得力不够 善业不足 福得力不够 有时候很容易就是 你没有办法 因为你的智慧 还没有到不退转的时候 加醒的时候 你那个福得力不够 你就是没办法 你就是要常常照耀起来 那这些夜更烦恼 后来就会 渐渐让你的智慧 被束缚住 没有办法施展 所以我们要从多个角度 然后去发现说 到底我们要怎么修学 不就好 那其实 你渐渐渐渐你好好想这些问题 渐渐你就会发现 你大概有一条很清楚的路 但是就是时间而已 就是渐渐 你也不急 也比较急 然后因缘所成法 水到取成的东西 你就是按着这个路 所以叫做顺区灭法 一样 所以我们简单讲 叫做项善 项上 项皆天 其实就这样 好 我们让底下看 那么 佛陀就跟罗欧罗讲 一切无常 何等法无常 为眼无常 若色眼是眼出 如上无常经广收 无常经在哪里 就是前面十一经 我们看172页 就这里 前面的 就这个 一样 十五经这里 十一经也是 一切无常 一切无常 十五经这个也是 你看我们先看十一经 一切无常 缘合一切无常 也无常 若色眼是眼处 眼处因缘深受 苦受热受 不苦不热受 比亦无常 而彼者生意 亦不如是 然后后面就讲 讲到 万汉以利所作与作 就是不受后有 一样 这个就是所谓的 前面如上无常经 它后面就简略 若色眼是眼处 眼处因缘深受 一切无常 然后就这样一直下来 就为他讲这个经 这个时候 若欧罗文佛所说 欢喜随喜 礼不而退 好 那么他还没有 他就把这个 你看这个眼色 眼视眼处 眼处因缘深受 他就回去 就在想 在想 那么独一进出 专进思维不放一处 那你说 这个佛陀这样想 跟前面五运无常无我 六路无常无我 远起无常无我 其实是一样的 那是从不同的角度说 那因为他已经经过七次 前面三次五运 不同的 五运六路远起 然后再为别人说五运 为别人说六路 为别人说远起 然后再把五运六路远起 会通来看 然后 第八次佛陀跟他讲 一切无常 讲完了他又回去想 那么你看 那么之后 所以竹性子 替竹屈法 着加沙依 正姓非家 出家学道 纯修犯恨 乃至 建法 那就是一样前面的 那么 竹性子 就是我们看前面 前面那些就是竹性子 然后正姓非家 出家学道 修持犯恨 建法自知作证 我生已经翻译历所做一半 不受后有 就这一段 那么 乃至建法自知作证 我生已经翻译历所做一半 臣阿罗汉 心善解徒 这个时候 罗霍罗证阿罗汉 好 那么这里有两个信息 一个就是说 那么必须 现身的加行 配上过去的 过去的修行 就是聚生会 生德会 过去的修行 然后配上 建设今生的加行 还要有善因缘 就是佛陀的善因缘 那么你努力加学 那么可以 就正阿罗汉 那另外就是 即使是佛陀的儿子 即使是佛陀的儿子 他也要自己修行 佛陀没有办法把福德跟智慧给他 福德也要他自己修 智慧也要他自己修 佛陀是导师 引导你怎么修行的老师 他不是神 他也不是天 可以降福给你 可以为你消灾免岸 可以加持你得智慧 可以让你免于轮回 没有 可以让你 他的光就可以让你花开见佛 他的愿就可以让你免于轮回 没有 你必须要遵照佛陀所说的 即使是罗佛罗 即使是罗佛罗 佛陀也没有办法让他免于轮回 佛陀只是告诉他 你怎么做可以不轮回 可以得解脱劳 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在 文师修正上努力 而不只是天天期望 祈祷 哪一尊博 哪一个菩萨 带给我力量 带给我光明 带给我智慧 事与我福报 不应该做这种妄想 这个是从佛魏罗佛罗说的第57经 那我们来看第58经 有这么一天 佛在奇远金色 那么有一个比丘来到佛 来找佛 就叫奇远金色 来找佛 那么起走佛主 退驻里面 起走佛主都是顶礼佛 一般叫五体头地顶礼佛 那一样 云而知云而见 赤地吉德乐俊 我要怎么修 我才能够解脱 简单讲就是这样 我要知道什么 那么我要怎么修 那么我才能够得到解脱 次第 一次第 吉德 很快得到解脱 落尽 断尽烦恼 这个时候世尊跟比丘讲 要怎么样才能 断烦恼 很快的断得烦恼 要正观五场 要观五场 世间五场 为什么呢 那么 哪些法五场 要怎么观 观哪些法五场 眼五场 若色眼视 眼处云远深瘦 若苦若热 不苦不乐 单观五场 我们会发现到 经典常常从瘦上去瘦 为什么 因为瘦是我们 比较容易引起心理反应的 苦乐 苦乐 即使不苦不乐的时候 我们也不帮他一回事 不是 即使不苦不乐 我们能要观察 那么 这个是什么因缘而有的 那一样 因为你都不观察 也不知道 反正也没我的事 那么一样 那个就是离痴降也没 带着我这 我要离痴降 你要去观察 这个因缘到底现在 为什么是这样 有因有原事间情 有因有民事间谛 无名原形 行原事事原名色 你就习惯这样想 那么 不管是不是跟你有关 那么 所有一切境界 所有一切境界 你只要能观 你只要能从一切境界里面 那么理解到无常 无我原形 那么这一切境界 都是你的善之事 都是你的境界 你从一切境界里面 境就是境子的境 一样 境界就是境子 一样 你反射出来的 你从这个境界里面 你想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 你决定了什么 那个就表示 你对这个境界 你的看法 你有没有正观 有没有如理思维 有没有无女 有没有太太 从这个境界里面 你想什么 你看到什么 你依这个境界 决定什么 那么就可以发现到 你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想 为什么会这样做 为什么会这样做决定 那一定是跟你内在 内在的智慧跟烦恼 有关系 界定会跟贪生之有关系 好 那你从这里就了解到自己 有什么烦恼 有什么殊胜 有什么功德 有没有证件 类似政治的 好 所以他这里说 眼无惨 那基本上就是身先 那从眼来看 那么为什么 因为我们起烦恼 都是在六根对六层上 所以色眼视 眼处 这个处是你跟城市合合 所产生的一切的心理反应 这里面有所谓的受想思 或者我们讲多一点 受想喜 那么这个受有苦乐不苦不乐 那么之后想就有种种想 然后行 就以私心手为主就有种种决定 就有种种反应 然后就动发生口 其实是这样 你都应该观无常 那一般人很少 很少在这个境界里面观无常 因为他就会顺着境界 苦受就会生贪 热受 热受就会生贪 苦受就会生成 不太容易直接观到无常 不太容易 但是你如果 你如果强力做意 常常告诉自己 要观无常 要观无常 从这里面看到无常 他渐渐渐渐也会看到无常 而不只是看到 因为习惯嘛 比如说这个人骂我 很简单 这个人骂我 给我脸色看 那么跟我一起做事的时候 故意跟我找麻烦 故意跟我捣蛋 好 那我们很习惯的 从这个眼睛看到 耳朵听到 那么习惯的就会洗 太阳跟沉 习惯 这个是习惯 很快 不假失手 这是因为我们 基本上众生就是 聚夫凡夫 难道就一定会相悦 所以你一定要先从 觉察跟控制开始做起 那你要 因为你听了佛法之后 你发现到自己 没有这么想 直接就想到 就起承认心 起愤怒心 起不甘愿的心 起不满的心 或是不敢反抗 因为它比较大 我就起忧郁的心 起畏缩的心 起害怕的心 都一样 那你一害怕 你又不能解决 你想解决 又解决不了 那你就会 这个烦恼 就叫做 住 慰 慰卓 你就会一直在这个烦恼里面 静在这个烦恼里面 可是你不知不觉 你就不知不觉 那个心情 这一天心情很不好 那如果你有一天 忽然间 心情很低落 那么你就要观察 我为什么心情又不好 那有一时候你知道 有时候是莫名其妙的 那这个时候 其实世间上 没有没阴没远的东西 没有无音声的人 世间上没有无音声的人 所以你好好去想 为什么 所以 所以有些人 我说 你为什么心情不好 我也不知道 他就心情不好 就是这样 那其实是 其实他没有去深信 察觉 他内在那个原因 或是有些人 他有 因为身心 他有自我保护机制 他会故意让你遗忘 所以让你 不会那么痛苦 也会 有时候也会这样 会有选择性的遗忘 所以你会不知道 但其实那个是 有时候身心的 自我保护机制 你要好好的去想这些事 就是说 一旦有心情低落 忧郁不安恐惧 这些负面情绪 那么他一定就是说 你在哪一个方面 起不如理思 或者叫做无名相应 或者叫做爱俱私 这个佛法里面 就是这样 无名相应处 爱俱私 那么 你贪爱俱足的这种心思 因为他后来 就会有反应 有动作 那么这些 你好好的去 好好的去观察他 那么慢慢慢慢 你会发现到 你会从这个烦恼里面 慢慢慢慢走出来 那如果你的智慧强的话 他一下子烦恼就明明了 但是如果还没有那么强 那就是你会慢慢慢慢 想想想想想 慢慢走出来 我为什么要为这件事情 这样伤好 我为什么要为这件事情烦恼 我为什么要为这个人 这样难过 你会发现到 其实这些都是无谓的 既帮不了那个人 也伤害了自己 而且没有意义 无意无利的事 好像苦行外道修苦一样 无意无利的事 那么既损人又不利己 或者也不利人也不利己 那所以这种事 你慢慢想慢慢想 思维它的过患 就是我们在思维过患这一部分 没有思维的很深刻 所以烦恼才会 时时的运作 时时的运作 那么智慧才会被 好像被冷冻起 好像不起不了作用 以前我刚送金刚军的时候 我都天真的以为 因为金刚军里面讲 这一个四剧 一个四剧就很有力量了 四剧我最常送的就是 一切有恶法 龙波王太然 龙路遗殿 印就龙世关 那我天真的以为 我只要念这个四剧 进阶一来 我念这个四剧 它就可以破除一切障碍 断除一切烦恼 所以有一次 我因为一件事非常上限 非常上限 可是因为我天天送金刚军 所以我那个很索 我就马上 金刚军说 一切有恶法 这个送一剧 四剧的功德非常大 我就看一下 一切有恶法 龙龙万炮 龙路遗殿 对 印就龙世关 还是很上限 因为那个时候误会 以为念了这个四剧记 它就会有力量 不是 力量是从内心里去思维 一切有恶法 你发生的这些伤心事 它不过是因缘而合的 我没有想那么多 没有你从一切事情的 开始到结束 为什么会让你这么伤心 那你没有去 你没有去好好思维 你天真的以为 我只要念这个四剧记 它就能够破除一切法 就能够让我有智慧 不再痛苦 不是 不是这样子的 那我以前 又有困难 我说 有一次我记得很深刻 我就很伤心很伤心 可是我那么伤心 我就会想到这一剧 一切有恶法 因为我希望 它就是了梦幻泡眼 可是我虽然这样念 但是我认为 它就是真的 让我很痛苦 梦幻泡眼 可是这个是噩梦 可不可以连噩梦也不要 不是的 因为你没有真正看到 它的无常 你只是这样念 作用不大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 它作用不大 现在我们思维 无常如果也是这样 你难道不知道 诸行无常吗 知道啊 你知道诸法无我吗 这个时候先不能用 那就是你没有办法用 那如果你真的用的话 其实事先的事 障碍不了你 有障碍也很快就消除 真的 但是一般我们就是 没有 常常没有生 就是如理思维 专精思维 说说思维 常常没有做这件事 所以有时候 亦有烦恼 亦有境界 你就要很深沉的思维 要常常做这件事 像落后落边 那他妈妈妈妈 那他妈妈妈妈 会产生力量 比如说这样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 那么六根对六成 六根对六成的所有境界 包括新的境界 你所感知到的 感官所感知到的一切境界 就叫做一切有违法 那他如梦幻泡人是什么 他其实都是不实在的 他已经发生了 不管好不好 他就是这样发生 他也这样过去 那他其实只是因缘而合而已 你如果不希望这件事情再发生 你就从这些因缘里面知道 要怎么做 你预防下次的时候 不要有这样的境界方式 那么以前发生了就表示 他是因缘而合的 他不能不发生 那就让他发生 那发生过去就好 下次我们注意就好 下次不要再这样 就不要在现在里面就好 那你自己以后同样的事 你就不会再犯第二次 不小心无力再犯第二次 不会犯第三次 那么或者不小心再犯第三次 你渐渐渐渐 你真的是 你不会再有同样的情形 同样的境界产生 不会有同样的薪水 那这个就是要努力的 好 我们就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这个 这个 若苦若热 不苦不乐 当官无常 那耳鼻者真意 也是一样 当官无常 若 这个是意 中间审阅 讲第一个跟最后一个 若法 意识 意处 意处因缘身受 若苦若热 这个都是想到未来 想到过去 因为境界不是现前 他是法成 已经曾经发生过的境界 他变成印象 变成 变成这个 这个你心里面 你心里面藏起来的那个印象 那么没有发生你希望的 他就是变成一种想象 他成为一种影像 那么在你的内心 那么等到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在做思维的时候 他会陷起来 那这个是意 意对法成 好 那么你想到的时候 也是会有苦乐 不苦不乐 一样有 比丘 如是枝如是剑 赤地尽有肉 那么你从眼耳鼻舌生 其实就是心跟尽 这个也是六路处 一样 那你好好的去观察 观察我们的烦恼 到底是怎么生起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烦恼 有多少烦恼 有哪一类的烦恼 那现在 这些烦恼对我产生什么影响 那我要怎么样解决它 怎么样解决 你官无常 这个是不实在的 这个是因缘而合的 你真正了解 那么它当下就解决 那么其实是这样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表示说 表示说你内在的力量不足 那那个就要用到什么 用到道品送 就是你要具备哪一些功德 你才有办法 借定会 借定会 信信念定会 就四年处是正群 四路一族 五根无力 七绝之八正道 那就这些了 那如果你已经有了这个智慧 那么基本上 基本上 你这样观就可以成就 如果没有表示 你的力道不足 那么你必须要长养那个力 五根无力 其实是这样 好 所以这个时候 比丘文博所说 欢喜作流去 好 那五十九到七十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这个虽然简单 这是比较复杂一点 但是我们看 五十九到七十四 如是比丘所说经 若差别者 后面有很多 云和之云和剑 赐定 就是第五十八经事 云和之云和剑 赐地尽有肉 尽有肉 这个是五十八经 那五十九经呢 那这个有肉 它一一 云且世间的解释 就是山有肉 玉肉 有肉 无名肉 我们看烦恼这个部分 有没有 云且世间下面 五十八经 我们把它写上五十八 五十八是上面那个 这个是 就是 烦恼这里 是有肉 山有肉 玉肉 有肉 无名肉 五十九经 就是 差别者 赐地 尽一切 结 就是尽一切 结 是五十九经 那一切 结 有九结 九结 依照一九经里面 这个来讲 我们稍微看一下 就是爱 爱 它有讲 一 那么 贪爱 禅士 就是爱 第二个是会 第二个是会 称会 禅士 第三个是慢 交慢 禅士 四五六 四五六九节是 无名 贱 取 无名 贱 取 那 他说 邪辟 这个是邪贱 依天文不正法 依不如理 那么 有邪贱 第五个 第五个是 身贱 边贱 邪贱 的这个贱 贱取贱 借进取贱 然后第六个就是 第五个是 邪贱 身贱 边贱 邪贱 这个贱 第六个是 贱取贱 借进取贱 这个是 依非方便所修 有三种 四五六 四五六就是 贱 取 宜 第七个是 第四五六是 无名 贱 取 无名 贱 取 第七个 第七个是 第七个 宜 第七个是宜 以九节来讲 爱会 慢 无名 建 取 宜 记 第八个是 嫉妒的记 第九个是 千 千 灯的千 这个是九节 这个是我们查一下就有了 但是他的翻译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知道有九节 这个是 敬一切 五十九经 敬一切 六十经 断一切 夫 底下是六十经 就是上面那个五十九到七十四 六十经是断一切 夫 断一切 夫是三种夫 贪称吃 贪称吃三种夫 三夫 贪 称 吃 有人有时候叫三度 他叫做 称 贪 称 于吃 就是贪称吃三夫 六十一经 六十一经 他这里讲七水明 但是他上面的经文 我们在上面这边注解 敬一切 一切 解是五十九 断一切 夫是六十 断一切 死是六十一 这一个窦号 你就给他写上一个 那六十二 断一切 解是六十三 断 朱柳 是六十四 断 朱二 是六十五 断 朱曲 是六十六 这个都是烦恼的 烦恼的称呼法 到最后 到最后 断无名声明 断无名 是七十四 七十四 那底下是他的注解 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 那好 再看 六十一 烦恼品有出众 那么这个是水明 那水明讲七水明 七水明 七种 欲贪称慧 有贪 那么就是 有欲贪跟称 这个是欲界的 有贪是色界无色界的 然后慢无名 然后贱移 就总共七种水明 那么慢无名 贱移 这个是通山界的 这个是通山界 有贪是色无色界 欲贪跟称是欲界的水明 水明就是隐藏式的烦恼 好 六十二个 上烦恼 就叫做随烦恼 它是从三不散根而来 那上烦恼比较复杂 上烦恼很多种 如果依他这里写的 大概有五六十种 我看我写的几种 大概将近七十种 六十七个 如果加上五概就七十二个 那这个是所谓的上烦恼 那上烦恼 上烦恼这里讲随烦恼 那他说这个六十二断一切上烦恼 这个写一下 这个比较复杂一点点 通常上烦恼有两种说法 上烦恼有两种说法 一种就是 字末烦恼随烦恼 是指字末烦恼 字末烦恼就是根本烦恼 字末烦恼的分类 那又叫做随烦恼 随烦恼 他称作上烦恼 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 上烦恼叫做现形烦恼 现形烦恼叫上烦恼 那现形的叫做残 那么隐藏式的 没有现形的叫做随勉 那这里又说到烦恼如果依 烦恼的分类 如果依 依这个隐线 就是隐藏的跟现形的来讲 依隐线 隐线 隐藏跟现形 依隐线来分 他就分作现形烦恼跟随民烦恼 他分现形跟随民 现形跟随民 这个是隐 这个是隐藏的 不是这个是 这个是现形的 这个是隐藏的 现前 现前就有的 那依出戏来分 依出戏来分 就我们的烦恼 依出戏 我们说这个其实就是部派 那么在新手里面就越来越多 就是因为太多了 四千才把它减略化 变成五位七十五 好 那么依出戏来分 有所谓的根本烦恼 根本 跟什么 姿末 或者是随烦恼 根本烦恼或随烦恼 或者叫姿末烦恼 随烦恼 根本烦恼 这个是依趋跟随来讲 根本烦恼跟随烦恼 这个是现形烦恼跟随民烦恼 那么如果依他的性质来讲 依烦恼的性质来讲 他基本上会分剑手段跟修手段 叫做剑末跟施末 那有时候叫武力时跟武顿时 那么修手段 大概这样分了 那这个随烦恼 那么一般来讲 它就是有两种 它有时候指字末烦恼 就是随烦恼 有时候指随烦恼 有时候指现形烦恼 那么现形烦恼又叫做残 残 那么随勉就是 不是现形的 残是现形的 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尤其是这里面讲的这个烦恼 我们稍微看一下 好 那61个 就是我们把它写上去比较简单 那61个是随勉 就是上烦恼 烦恼平 62个是善烦恼 我们来看下善烦恼有哪些 61个是随勉 那我们看善烦恼都是从三不散根 这些烦恼都是从三不散根增长出来的 愤恨 这是一个 然后贪 前面 前面 他讲烦恼若恼 如是广说 猪 杂烦恼是 那就是 他只是简略 然后后面就详说了 当之此中人起一切 不善法贪 第一个贪 然后称 第二个称 第三个吃 然后 从称谓里面再有 愤 恨 第四个愤 第五个恨 第六个负 我们大概看一下就好 翻过来 第六个负 第七个热恼 他有解释 我们就不解释 我们就知道这个名项大概就可以了 然后热恼 然后 这个负热恼 热恼是第七个 如果这样算 然后第八个是忌 忌妒的忌 第九个是签 然后 顾名为什么 顾名为什么 就是你算那些就好 顾名为 前面是他的解释 那么狂 第十个是狂 第十一个是惨 惨区的惨 第十二个是无惨 第十三个是无愧 这些后来都被列在 所谓的 大不善法 然后是小不善 小烦恼 大烦恼 大不善 这些里面 其实就是烦恼的部分 然后 第十三个是无愧 第十四个是慢 十四个下面都是慢 有七个慢 那我们来看 十四个是慢 十五个是过慢 十六个是慢过慢 十七个是我慢 十八个是真上慢 慢有七种 十九个是下列慢 又叫做卑列慢 二十个是邪慢 总共有七个慢 好 那就一个一个算 到这里已经是二十个了 那么 第二十一个是骄 骄傲的骄 那二十二个是放逸 二十三个是傲 二十四个是愤 愤发 其实就是愤 愤怒的愤 你看 用个很细 二十五个 这个是愤怯世纪论 二十五个是脚 脚情的脚 那二十六个是炸 一报名 本来叫做脚炸脚炸 那二十七个叫做现象 那二十八个叫做严求 那二十九个叫做雨立求力 三十个叫做不敬 三十一个叫做恶说 三十二个叫做恶友 三十三个叫做恶欲 三十四个叫做大欲 三十五叫做自欲 这跟欲有关的 三十六个叫不忍 那么三十七个叫单氏 三十八个叫骗单氏 三十九个 这里又说我一个贪 但是一样不一样 他这个是四十个是非法贪 然后四十一个叫执着 四十二个叫恶贪 四十三个叫贱 第四十四个叫有贱 然后四十五个叫无有贱 贱 有贱 无有贱 好 那四十六个这里有一个名词 这个有些念邓 有些念藤 那么如果念邓的话 邓蒙 邓蒙其实就是昏臣 法院主任说邓蒙就是昏臣 然后四十七个叫不乐 不乐其实就是 一般来讲 可以有些说是吊举 那四十八个叫平生 平生就是皮类打哈欠 那常常叫平生 你看这烦恼那么多 那么四十九个叫食不知量 那五十个叫不作义 五十一个叫不应理转 不如理思维 那么五十二个叫心下裂 那么自己 这个常常很多人都有这种烦恼 就觉得自己业障重 烦恼重 心很下裂 就是忘志回国 这个也是烦恼 看不起自己是一种很重的烦恼 不要看不起自己 当然也不要太骄傲 一样 那么五十三个叫底突 底突就是一般冲动 那么冲突 冲动 五十四个叫皮脂 就欺骗 五十五个叫不纯脂 我们就是稍微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些到底都 因为我们很少看到 写这么多烦恼的 五十六个是不和软 不柔软 五十七个叫做不同分 不遂顺同分而转 就是没有同行同愿 一般团体里面 那么戒和同尊 利和同君 戒和同解 同行同愿 但是你就是不愿意 你就是我们叫做不和群 人家这样你就要那样 人家这样说你就要那样说 人家这样做你就要这样做 同分的意思是 就是你那个因是一样的 使这个 比如说人 人都是一样的 两个眼睛两个人的这样 这叫人同分 那么天人都是一类的 就天同分 然后畜生都是一类的 畜生同分 类似像这样 那你修行 在借鉴 诡则 正面上 你都不和群 人家这样规定 你偏不要这样做 你想这个也是烦恼 你就是故意要 你需要故意要人家不一样 好 那这个也是一种烦恼 那58是欲 这个是58过来就是八不散绝 八不散绝 欲称害 清理国土不死 种子轻毁 就这几种 就58是欲 59是会 60是害 欲会害 寻师 然后61是清理 常常想起家里的人 就是心在那里 所以当然修道就不能经济 62是国土 63是不死 64是清理 其实就是清理 看不起别人 那这八个是八不散绝 那通常是讲三散绝 后来发展到八不散绝 三散绝是最根本的 欲想会想害想 欲绝会绝害绝 欲会害 这三个是根本 后来有所谓的八个 这个都是仗道法 这个都是仗道法 都是烦恼法 64个 65个家世相应 这个家世相应 是你的家族 你是婆罗门种 怎样怎样 66个是丑 67个是碳 你看就讲到 总共讲67个 如果再加上前面有五盖 就72个人 五盖他省略 他说前面有就不讲了 那么所以 你看这个烦恼 烦恼本来在部派里面 列的是非常多 后来因为太多了 太多烦恼迷向 也会让我们起烦恼 记不了那么多 所以后来就为了省略 事情把它简略化 好 这个是我们大概看一下 大概看一下 他讲到这一些 就是我们 讲到他 就是59间到74间 要断什么断什么断什么 断油肉 讲太多了 其实只要见磨事磨断 就全部都断了 三毒断全部都断了 但是他把烦恼做分裂 所以因为人有不同的烦恼 所以他针对他那一部分讲 你断上烦恼 断一切结 断朱流 断朱二 断朱曲 断朱趣 或是断三毒 断一切随勉 断一切财 就种种这一些 好 那这个我们大概知道 就可以了 太细了也是 这个是 后面 后面他基本上 又有 这个什么烦恼分行 这些又有 65有断朱二 66断朱曲 后面有 67断朱细 68断朱钙 我后面看 68是断朱钙 然后69 就一段一段 互刺互刺 这个就是 然后4细 然后断朱钙 然后翻过来 69断三残 68是五钙 67是4细 69是三残 这里 贪嗔痴 这里的话 那么这个是三残 这是富士贪嗔痴 朔朔炫血 这陷寻困扰 这三残 然后再来 有一个贪嗔痴 所残固 这个 这个是三残 然后另外 后面 他都是解释的 到后面 71到72 这里是断朱 就是他这里讲到 最后面 最后面 看哪里 安律邪论正论 业 若贪嗔之相续固 断朱爱跟断朱依 这写一下就好 断朱爱跟断朱依 断朱爱 后面的是 我看一下 朱爱跟朱依 是 第71跟72 断朱爱跟断朱依 这个导师是说 他有注解是说 依这个 与且实义地论 断烧害 见所有 他主要是断烧害 见 所有 这三法 他是这么写 断这三法 其他的大概就是 都是断烦恼 烦恼的分裂而已 全部都是烦恼的分裂 然后 如是 后面我看一下 断朱爱断朱依 后面就是 73就断邪见 74断无名 那大概就这样 就没有了 大概就这样分 那么断邪见身证件 这个是 尹中阿罕的大业经 大概是 没有了 就大概这样 好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的相 那么多 愿以此功德 不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接供陈佛道 接供陈佛道 接供陈佛道